还有就是宇童 宇童这次看到你很大的突破和进步 这句话流离讲的 包括你自己在说广告法的那一段 对于行为 具体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实践当中的一个行为类型 触及的是什么样的法条 它容易造成的一个后果 是几星级 你用星级去进行评定 并且结合你走进他们公司 所看到他们公司一系列的广告 可能在内地会引发的一些风险 这块抓得非常漂亮 好 那下面由我的同事 跟大家继续介绍一下 中国内地提供医学美容服务的法律问题 接下来是讲一下 关于知识合规的问题 我们是分为七个板块 分别是医美能源知识 以及药品知识 器械知识 机构知识 还有机构广告合规 以及外资在内地设立 相应的医美机构的一些限制 这个是我们真实的客户 然后也是他们真实的需求 是执行董事CFO 然后还有他们业务板块的负责人 能感觉到客户的专业程度 关于医美能源的知识 根据我们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主诊医师必须具有职业医师资格 并且具有从事相关临床学科的工作经验 关于医美药品知识的话 对于医美机构如果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 有需要对外销售药品的话 则需要取得一个药品经营许可证 关于麻醉药品使用之质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规定 如需使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应当取得相应的硬件卡 并且根据硬件卡在定点医疗机构去购买 然后下面三章是 医疗美容机构应当取得医疗机构职业续格证 或诊所备案凭证方可开展医疗美容服务 美容 这可以都跳过了 我们都大概知道 都知道 哦 完了 打断了 那就跳到医疗美容机构广告合规这里 医疗美容机构发布医疗广告应当 严格按照广告法和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 依法取得医疗广告审查证明 然后医疗美容机构支持审批在内地需要 有一些我们需要特意注意的地方吗 有打断了 因为看到市场上比较多人违规的地方 我们想知道多一点 这需要经验了 客户想直接知道重点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真的是在跟客户汇报的时候 他会让你讲完 但是他真的是就只是听自己想要关心的重点 下一个 这里根据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和中外合资 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就没有回应 他没有回应客户的问题 外商投资医疗机构限于投资减 且中国内地一方在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中所占的 股权比例或者原因不得低于百分之三十 其实因为黄凯他只能念这个PPT 而且他PPT上东西太多了没有重点 对 这是他的一个限制性规定 这是跟客户的表达上 当然是比较书生气的 对 然后也不需要把所有的法规在客户面上念一遍 这一步的逻辑 对于所销售的药品 就应当是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具有药品注册书的药品 如果医疗机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配备制剂的话 应当依法取得批准 这个客户是一个已经在这个行业 做了这么多年的一个资深的经营者了 所以没有必要把这些很简单的法律法规 把它当普法一样的给它从头过一遍 他太过于依赖准备好的环节流程和内容 两位好 看宇童了 不好意思 我先为二位介绍 中国内地医美业务的法律规制 因为您在内地已经有直音店了 所以宁方可能对内地的医美相关的法律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 如果有您就是重复知道的我就直接跳过 哦 很好 非常好 第一句就很棒了 对 这是我列出的内地主要的法律监管体系 是按照法律的位阶 由高到低列出的一个表格 可以看出内地关于这个医疗美容的相关法律法规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在内地从事医美经营的时候 一定要对整体进行比较完整的了解 当然这个我们作为律师方一定会为您在合规方面进行一个保驾护航的 我会从三个方面介绍 第一个是从上游端的产品药品合规 然后第二部分是中游端的机构诊疗运营 然后下游端的是医美广告 因为医美的项目一直更新换代的很迅速 香港那些产品传入内地的时候 必须要经过中国食药间部门CFDA的产品注册审批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因为注册审批的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很多一些境外的医疗机构就选择直接无证使用这些产品 所以这个是要向您特地提醒一下 一定要注册有证的产品 然后从中游端的机构诊疗运营合规来看 也为您列出了六点风险提示 第二点会比较重要 一定要严格履行对消费者的告知义务 因为您方是主要是进行轻医美 这点我可能就不解释了 有重点 那个高量的那些关键字 然后那就从这个您昨天特意提到的 医美广告合规来为您进行一个介绍吧 从实物中来说 我为您方列出了一些常见的广告风险与表现形式 第一个是广告的主体不合法 然后这个风险等级我认为是五级 因为它可能会导致刑事责任 第二个是发布广告的程序不合法 然后这两点我认为是风险等级是四颗性的 而且它还有风险等级 哇 新级等级特别清晰啊 相当于帮客户做了一个风险的判断 从重要的再讲到其他的 然后就是内容不合法 第一个是患者使用数前数后的对比照 但是这个在内地其实是违反 医疗广告办法第七条和第二十二条的 然后这个我刚刚在外面等待的时候 看到您方有一个广告 就是这样列的 所以如果要是在内地的话 可能要提醒您一下 对 直接就说了你现在的问题 但内地会有问题 会有风险 就直接落地了 它说的 同样一个广告 到了内地 对 不能放在内地 对 对 然后后面还有两点 是使用医生 技术人员形象作为宣传 还有就是违背社会风尚 就是宣传用语有一些人貌焦虑的这些是不可以的 他全程保持笑容 而且他表达也很委婉 他说这个可能要提醒您一下 全程都是笑着说的 让人觉得很亲切 觉得汪宇彤还是有突破的 给人家客户的亲和力非常强 能够有即时的反应和反馈 好 然后我还负责了一个跨境数据的处理 要简单地跟你介绍一下这个标准合同 第一个问题是哪些场景可以通过定义标准合同 来进行数据的跨境传输 根据这个标准合同办法 必须要同时满足强调一下以下四个条件 而且还要提醒您一个法律风险 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采取数据开分的手段 进行数据传输 这个就很清晰 好清晰 表格比文字真的 功课做得特别好 第二个问题是定立标准合同需要进行什么流程 就是我们如何去执行 第一个是在定立标准合同之前 企业必须开展个人信息保护 影响评估 然后合同生效的十个工作日内 应当向企业所在的省级网信部门提交标准合同进行备案 第三个问题就是定立标准合同 对合同文本有什么要求 首先这个标准合同是不得随意修改的 但是您可以在合同模板的基础上 添加一些与文本不相冲突的其他条款 这个是可以的 然后第二点是在合同定立时 一定要注意合理 注意义务 第三点是争议解决方式 比如说内地与香港进行有争议的时候 那么可以选择中国法院进行诉讼 也可以进行成员国的仲裁机构进行解决纠 这怎么这样变了一个人啊 换彩新生 就是说医美行业像带着镣铐跳舞的一个行业 我觉得这是一个限度的把握 那万一我违规违法了 那你们所能帮我们做什么呢 那那得就是如果您是违反刑法 我们就有专门的刑法律师为您辩护 我们所什么律师都有 很可爱啊 就是我们业务比较前面 什么律师都有 就是都可以帮忙 我们合法很贵的 不用担心 结果真的不一定 我们就是努力叫头 我也觉得 对 我已经懒得知道结果了 我想到回去 会被聊就是怎么说的 当时我注意到 洛毕就是 在我们讲的时候 点了几次套 我注意到你讲的时候 他有夸你 就是还是你讲什么 就上边那句 上边那个茶的第一步对吧 对对对 所以我感觉到了 那个对方好像也蛮喜欢这一点的 对对对 还是做一点事情的 昨天洛毕他讲的 其实是他可能会看很多细节 就是说他不仅仅只会评判这一次的 对 就是我觉得 怎么样的结果 我们自己满意就行了 哇 哇 最后的结果就是客户选哪个哪个对 我们要看我们灯怎么亮了 好紧张啊 好呀那我们第六个课题也都已经圆满完成了 刚刚我们和客户也是经过了很久的一个讨论 最终客户所选择的服务方案 来自于 来自于 付出影子 天天不好意思啊以后我要自己给自己做主 天呐太棒了 每一位都很棒 那所以我们注册营组的每一位成员的话呢 将会获得20%的KPI 注册营这一组是在和客户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 更深一筹 第一组跟我们的互动比较多 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能够好清楚 给我们知道我们的需求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很稳妥的意义 很专业 Kemberley做队长回答的整个的非常得体 然后客户的很关心的有一点那个合同当中的一个条款 补偿跟赔偿的问题 你解释的也非常到位 客户还专门讲了这个 她说哦这个反应的讲得很精准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表扬的地方 听很棒 特别是有一个女生 我觉得她这个Tenical knowledge是蛮好的 她跟我解释这个warranty跟indemnity的分别 在香港是比较难的坦白说 还有就是宇童 宇童这次看到你很大的突破和进步 这句话刘律长的 包括你自己在说广告法的那一段 对于行为具体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实践当中的一个行为类型 触及的是什么样的法条 它容易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几星级 你用星级去进行评定 并且结合你走进他们公司 所看到他们公司一系列的广告 可能在内地会引发的一些风险 这块抓得非常漂亮 啊 这项上别消灭 啊 啊 啊 第六个课题 在29号的上午10点会需要 将各位最终的成果 向我们的客户呢 做出一个议帮 你是哪 拿着一个在达学校考试问卷的心态 再去做这一个课题 所以说的话 你不要把自己的思维 你的focus 只是放在法律的那一部分 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个案例 就是同样的 就是伊美的公司去收购一个分销商 然后开始紫品牌 就这样的一个案例 如果找不到的话 就客户应该会很开心 对 从第一天我们面试与童的时候的话 我们其实就觉得他是非常棒 大家都很期待说 小白兔将来会有蜕变的一天 然后只要他坚持下去 我们相信一定会有那一个时刻 我们真的一直都在等与童的这个时刻 很值得这么一个时刻输给他 从来工作到最晚都是他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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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教 这个奉献等级我认为是五级 因为它可能会导致刑事责任 然后就是内容不合法 第一个是患者使用数前数后的对比照 这个我刚刚在外面等待的时候 看到您帮有一个广告 就是这样列的 所以如果要是在内地的话 可能要提醒您一下 对 所以我们是觉得这块你的发挥是很好的 东西 坚持我的 公布 由俩 优优术 感谢观看